禮拜日那場沒有,是打了半場 打了半場,我稍後才慢慢說 但腰斬了嗎? 我慢慢說那件事,那件事是很稠的 我未見過這樣的 我看三十多年球 我未見過這麼高級的職業球賽發生這些事 不讓人坐了 剛剛這場呢,過了五場禁賽的期間 又開了一宗結夜 這宗結夜由熱身的時候開始 雙方球員在比賽前,warn up 的時候開始 因為李昂那邊剛剛對正 剛剛他們那邊的看舞台去做熱身 這個Depay 跟上面的球迷喊殺起相離 那群球迷,很奇怪 那邊的保安 就好像魚童雪糕桶一樣 那些球迷衝了下來 跟這個Depay喊了輪交 好,然後後備輪門 李昂的後備輪門 安東來盧比斯 不是,後備輪門 不是盧比斯 不是盧比斯 盧比斯是另一宗 另一宗 後備輪門支援 跟著說說說 整堆球迷衝了下來 整堆球迷,好像那些黑社會大佬那樣 哇,衝進來 因為那時候warn up 完 哇,見到情勢 哇,不然間 那個情勢不妥了 全部的球員 就縮了進去 為數,起碼超過四五十個球迷 湧進去 他簡直好像驅港 李昂的球員 進去金衣室那樣的狀態 相當之恐怖 當然在驅港的期間 當然是有些肢體的衝突 譬如說說說說手啊 踢一下腳啊 那一定有的了 所以那個情勢是相當之洶湧的 真的好像那些黑社會 好像說,這個場我看的 啊,死在一旁 這一類的情況